还有掌声请出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高先生39岁来自哈尔滨自由职业 有请高先生 女嘉宾康女士38岁 同样来自哈尔滨自由职业 来 有请康女士 欢迎老妹 谁要来的呀 我要来的 干嘛呀 那个请求和妻子能复婚 要跟前妻复婚 对 前妻 离异多久了 离异一年 离异一年 资料上面说有两个孩子是吧 是的 一儿一女 对 谁提出的离婚 我提出的 你提出的离婚 是的 是协议离婚还是上了法庭 上了法院 还到了法院 是的 是法院判离的 对 为什么闹到法院了呢 因为我觉得在跟她生活当中 我觉得一点都不快乐 哦 因为你不快乐 是的 也就是说她不同意 所以才上法院离的 是不是 现在你想复婚了 对 这个离婚孩子归谁带呀 我 两孩子都给你带 我喜欢 你喜欢 我知道你喜欢 你不喜欢按她的逻辑 就为什么你没带呢 并不是我不喜欢 因为我爹那个生活状况不允许 哦 我没有那个现在 你放弃了孩子的抚养权 是的 这个离异一年多 你没有联系吗 我想联系 哦 她不给我机会啊 这一年就是你躲着她 对吧 我在外边工作 我也不是说特意躲着她 好 我也要生活的 行 你告诉我当时为什么 什么事情让你们离的婚 可以吗 谁能说一下 发生了许多事情 但是说 嗯 其中就是有几件事情 我说一下 感觉上我就是说 特别的 不高兴 哦 因为说有一次 就是说我这个脸是 嗯 敏感性皮肤 就是说比较爱过敏的那种 嗯 一般的东西不敢吃 就是说辛辣的 还有那个油腻的东西 我都不敢多用 然后我就是说 做的时候也少一些 然后她那个回来以后 呃 就觉得我做着饭就是糊弄 就是说 没有给她做那个 她可口的饭菜 然后那个回来的话 我做什么都不好吃 你敏感性皮肤 过敏 那我不过敏呢 对不对 那个刀鱼 清的 它不行 我行啊 那你老不吃 我也想啊 对不对 辣的 我最爱这一口啊 你像酸菜 这我 我太喜欢了 但是因为她一吃就过敏 是吧 她 所以你就吃不着 是吧 我馋 那你馋 馋出去吃去 就为这一口吃的 你们闹离婚呢 没有 你们丢不丢人呢你 并不是说非 就是因为这一口吃的 就是说 有许多事前说 我说不按她那个做 她就是回来就不高兴 甚至于说 能够作我两天 嗯 还有一次就是 我家这个房子 就是说 面积比较小吧 多大 嗯 四十多平 就是说 她要换 换那个大 就觉得 嗯 但是实话 我家的经济条件 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钱 再换大房子 嗯 我想就是说 再过几年 就是说 嗯 我们两个再攒些积蓄 然后那个 再凑些 或者借一点 然后再换个房子 过几年不行 你现在这房价涨着 你挣那个钱 你跟不上那个房子涨价 对不对 那你现在一换的话 你现在是有钱换吗 没钱 你可以贷款 但是说 你要是说 等那个房子 那个 你钱够了 那房子的价涨着 批你挣的钱 还多好几倍呢 嗯 那你贷款 你贷款 你现在家 你自己家 现在这是两孩子上学 生活就是 平时生活都供不上 买一个大的吧 虽然暂时是有点压力 但这都不是事 肯定那个贷款钱 能还得上 对不对 那你也知道 没弄明白 等于说 你们手里没钱 对 是吧 但是你们想买房子 贷款买 是不是 对 首付的钱有吗 那行 有首付的钱 有 那不就买就完了吗 他首付的钱 是想把这个房子卖了 然后再首付 然后再买这个房子 那就是改善性的换房 把现有的房子卖了 拿这个钱 再去买第二套房 对 他小 然后他 那个 我并不统一卖 他把卖房子 就带回来了 这个卖房子呢 谈的要49 要49 后来卖房子到我家 一看乡中了 完了 他的脸一沉一炉子 我不卖 我不卖 这不是卖房子就看出来 我们中间有矛盾吗 人家卖房子后来上赶 给我们第50 第50 完了 他也不卖 我说 你瞅瞅 你瞅瞅 49 我都达到理想数字 你给50了 你还得什么 给整黄了 你咋想的 我并不是说给50不卖 现在我就没有想卖 就为卖不卖房 就把婚礼了 还有 还有 我先承认我的错误 我没跟他 就是说那个商量 我就给他入了一份保险 这保险买的没有用 买保险好啊 买保险怎么了 你有钱买房子多好 买什么保险呢 我给他入了一份保险 他回来 他就 就是说 后期他知道以后 他就不高兴了 因为他 我给他入的是一份 人生意外险 意外险 花受益人还是他 那我都没了 我要是险看 我买房子给孩子多好 那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没有了 那孩子呢 孩子 那我受益人 我整回了完了 才能喂了孩子 买了一份意外险 花了多少钱啊 花了 六千多 六千多 六千七 六千七 意外生故赔多少钱啊 三十 三十万 赔三十万啊 所以你心里特不舒服是吧 对啊 那你这自由职业到底是啥个自由职业啊 那个我自己 我开车现在不那个滴滴吗 哦 司机 买的意外险 还没告诉他 这心里是有点别扭啊 相当别扭啊 受益人还写的你 就是 要我咋想啊 啊 行 你咋知道的呢 我无意当中吧 有一回我这不说要卖房子吗 卖房子 我得收拾 不想看出这个保单了 啊 我一看我说这什么情况呢 这这俩人过热的你说我都不知道 这跟你说了你让他买吗 我跟你说你不有建议你 我怕你心里边有压力吗 你怕他有什么压力 不是 你怕他有什么压力 不是 他是怕我 我除了开车 就是他不意外嘛 这个有压力 但是那我真的确我有这个压力 干啥呀这是 我并没有想像他想的那样 他想了就想歪了 他想的就好了 那我不想歪 我都不正常了 我正常人 我才得正常的思考一下 就房子没卖 在这个过程里又发现了保单 心里肯定难受 但是离婚不是你提的吗 又发生什么了呢 也不是他提的 还有一次我和他俩去一起去参加一个 就是亲戚的婚礼 婚礼怎么了 就是不是在本地 在上外地了 他的一个朋友给他打电话向他借钱 向他借一万块钱 正好我家里边有一万块钱 然后我俩都没回来 对方还着急用这个钱 我说我家孩子在家 然后我就说 让我家姑娘给送去 女儿多大 当时那时候女儿是十四岁 十四岁 是 带着现金穿越闹市 给朋友送去 说 然后呢 是 然后那个我就是说 我告诉这个孩子 那个车的车牌号 和那个 就是说 那个 这个叫姓什么 就是说 都告诉这孩子 就是你孩子不知道 他朋友长什么样 对 你俩不认识 没见过 不认识 但是咋的呢 你说 就同样的一二三车牌号 他现在还有一个啥呢 字母不一样 他不字母 那孩子能分辨出来吗 对不对 怎么了 当时我也跟孩子说 我说那个 就是说 送到那个 就是 他对朋友 手上给我打个电话 我接电话 我听着 对方就是说 是他的朋友 然后我才能让孩子 把这个钱 给这个人 哎哟 然后呢 送到了吗 钱送到了 这个 孩子没事吧 孩子没事 孩子没事就行 我是说啥呢 他当时 他听着我那朋友的音 他就给电话挂了 这我就不满意了 我说 你快听我朋友了 那姑娘呢 还没 还知不知道 心里还没落地呢 到底这个钱 给没给错人啊 我得跟姑娘说 那你可以 你可以回来说呀 回来 回来能赶他了吗 你们俩谁都没在乎 孩子的安全 对 我说那意思 我说 对 对 行 你们俩可以 你们俩真是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你们俩真行啊 真做得出来 在婚礼现场 你不应该跟我俩吵架呀 那 我着急吗 那 那我这脾气 脾气 然后就等于在婚礼现场 就吵起来了 那我能惯这事吗 然后呢 然后就是说 还有我家 我娘呢这边 气不气啥的 都在那块 她在婚礼现场 就跟我 就跟我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是的 哎呦 真没面啊 就为这个又理了 还有呢 哎呀 我这出去忙忙碌碌的 一天 那个非常辛苦的 去赚点钱 拉滴滴一下 嗯 哎 她在家里面的事呢 她一天 就是瞎想 瞎寻思 你说我能限制说 我就算拉男性 那个同志 女性同志 我就不拉吗 对不对啊 哎 这回家了也看 说你这车里边 有长头发了 并不说有长头 就是说呢 那我打电话 说他说 他跟那个乘客逛街 就那个买东西了 还有那个 我跟乘客吃饭呢 那你看 我有1说1 有22 那我就是那个 那你拉乘客 怎么会买东西吃饭呢 那你一乘客 赶到中午了 那个单位 邀请那个 外地那个客人 完了用我车 用我车之后呢 那正好 人家单位 人心也挺好 所以也不差司机 你这一个人 一双块了 你就跟着吃一口得了 他给我恰巧打个电话 那你每次都是吗 那你 那你总跟他出去吗 你总跟他 跟着去吃饭去 这不时间长 去处子就跟朋友似的 他用车 他也用习惯了 就是他人 就是不在的时候 他让我去 上他单位 给他求东西 他都不用去人 完了他们单位 也都认识我 就我就来回 我都能给拿东西 这人 这不就是 上街买东西 人买东西 他也跟着去 对 买东西给解释一下 那买东西 那人家那个 他说让你给拎包 那你看看 那他要我去 那他东西拿不了 那你给拎包买东西 他给你单计时收费吗 你还单计时收费吗 单计时啊 没给钱呢 我不用计时 但是人家是为什么 人家不差我这小钱 给你多少钱呢 什么时候给你钱了 那个 我怎么没看见这钱呢 都内城 得卡着呢 说白了 压倒这个婚姻的 最后一根稻草 是这个女乘客 对吧 前面就算积累 对不对 你们看看 这一地鸡毛的婚姻 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呢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哎呀 离婚以后一年 我想你也肯定有时间 可以冷静地思考 一下这么多年的 走过来的婚姻 你感觉 你的这一个前夫 他身上有优点吗 有 他为人还是挺好的 而且还挺体贴的 对我也挺 也挺照顾的 其实他对你 还是蛮不错的 是 只是有一些 做法 你冷受不了 接受不了 对吧 是的 但是你的有一些做法 他也接受不了 也冷受不了 就像刚才讲到的 这位妻子 为自己开滴滴的丈夫 买保险 完全可以 坦坦荡荡 和他说 可能他会更感激 因为你关心他 但是事实是 你为开滴滴的丈夫 买了巨额的人生意外保险 而且受益人 不是孩子 而是你 另外你又完全瞒着他 等到他意外之情的时候 他的这一种心情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换了我 我会感觉到非常的悲凉 我甚至会怀疑 你是不是心怀鬼胎 你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因为 对一个开滴滴车的司机 对这个安全 他是特别敏感的 他会误认为 你是在诅咒他 其实可能你的内心 还真的是因为 以防万一 对吧 是 但是你这个做法 确实不对 那么作为丈夫 有一点你做的 确实也很不好 你开滴滴的 你看 你和女称客打成了一片 你为何不和男称客 打成一片呢 像你这样说 因为你经常是我的常客 我们两个人经常吃饭 而且逛街 还聊天 我们还坐在一起 是不是还要陪你一个 中国好司机啊 我跟你讲 这一个事情呢 他绝对会放到心上 任何的女人都会放到心上 因为你有很多的乘客 唯独这样的一个乘客 出现了这样的一种 特殊的状况 女性本身就有第六感 她会很敏感 我认为 这也是你的错 所以你们两个人 这个离开一年 我认为是好事情 因为你们两个人真的 有一个共同的特质 都为自己想 都显得有一些自私 通过这一年的冷静思考 我想 一个 双方想一想 在婚姻存续期间 对方对我怎么样 他是不是出于 真的爱我才做了这样的一些事情 另外 我认为也应该为两个孩子想一想 你确实不容易 两个孩子你带 确实又要开滴滴 很忙 当然我并不是说 一定要促成你们两个人复婚 我们说 破镜可以重圆 但重圆它是有条件的 也就是说 这一个破的镜 它能不能粘合在一起 如果你们现在具备了这样粘合的条件 那我真的祝福你们 谢谢 来 曲总 这个男士说话很幽默 你的语言体系 让人家感觉到很好笑 但其实啊 我越听 我越觉得有点 有点凄凉 我觉得可能真正的大事 你们没有说 临门一脚 最关键的爆发点 就是那个网约车的女客户 那个网约车女客户 可不是平白无故蹦出来 她是 她的出现 和你们俩之间的感情的这种冷漠 这种交流的这种稀少 都是有完全有关系的 吃着这饭不和你胃口能导致大吵 她给你买保险能够大吵 你们之间的交流何等的少 根本我觉得可能真是在实际离婚已经很多年了 只不过是还住在一起而已 住在一起仅仅是因为有两个孩子而已 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种状况多少年了 哎呀 真的有几年了 这种状况时间比较长一点 所以那个女客户就出现了 那是可以说是这位女士的原则底线 可以说你们的婚姻早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对吗 女士 是 我们现在来谈这复婚的标性 只有当复婚 发生在说我们的现状的所有的问题解决了 我们在谈复婚 问题解决了吗 仅仅是那女客户不出现了就解决了 你们之间具体是什么问题 有解决吗 如果没有解决 你们在一起还会回到从前那个样子 所以说是你们正式面临自己问题的关键点 解决清楚了 再来谈 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胡老师 一个男人因为职业的原因 可以跟自己的女顾客打得火热 可以如影随形 伺候女顾客 陪吃饭 陪块包 还陪逛街 但是对自己的老婆 却没什么话可说 其实我觉得你们没必要复婚 倒不如趁彼此 还年轻 一个39一个38 倒可以寻找一个真正懂自己的人 虽然你们自己也未必懂自己 所以今天在整个的录制节目的过程当中 我们感觉就像两个未成年人 在这对话是一样的 我相信你们的一儿一女 估计情商和智商也比你们高 我一直在这想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结婚太早 还来不及相处 还是因为生活太匆忙 来不及成长 后来我想来想去都不是 因为我听你们俩的语气都是 不太在乎 男生很显然不在乎 如果男生真的非常在乎今天要复婚 他不会依然用一种油腔滑掉的语气 在这个台上 用玩笑的方式去面对那些曾经的错误 而女士 如果你要是真正在乎 也不可能在一年前 她说离婚 你立马签字就离 我认为你们的态度都不足以 再附和在一起 你们没有附和在一起的基础 连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你们之间也没有任何的对话 甚至女方根本眼睛没有看过男方 一眼都没看过 你们来附什么呢 我不希望就这样糊里糊涂的 大家伙一拥而上说 哎呀行 都有这么大孩子了 复婚吧 不 没有想明白 复婚只是痛苦 就这样 我还是希望复婚 就是在我这儿来说吧 任何女人代替不了我的妻子 你现在想这个早干嘛 所以最核心的问题是 你们俩 能不能达成一个共识 复不复婚 不关键 不是主体 主体是 能不能互相懂对方 你们要懂了复婚是迟早的事 有一双儿女在 你们要是还不懂对方 还不懂生活 你们复了婚 迟早有一天 还得离 我们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老婆跟我回家吧 家在等你 我和孩子在等你 真的 在这一年多当中 你不在家里 我经过了许多不眠的夜晚 都在思考 我们 我俩的生活 错误究竟出在哪里 就是像老师说一样 我们缺少沟通 缺少话语和语言上的沟通 真的 这些年 我 这一点做得不到位 我希望 接下来以后的生活 你给我时间 我 尽量充足时间 多和老婆沟通沟通 我觉得咱们两个 在一起生活的时候 我并不快乐 而是咱俩分开以后 我都觉得挺轻松的 是 我也知道 肯定是不快乐 要不然怎么能够议婚呢 好 时间到 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回吧 两位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关注我们的节目信息 请关注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土豆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V 剧力爱奇艺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现在请您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 万二语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段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天津F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接下来当然我们要关注的是 曾经的这对夫妻 在今天这个现场 做何选择 请开门 站中间吧 看到他们那一刻的时候 你们都特别高兴 是吧 就大家觉得 破镜重圆 总是比镜子碎在地上好 覆水难收 哪怕收回的是一盆污水 也总比不收好 这就是我们善良的一些传统的思维 总觉得在一起就是好 希望你们能够在这个基础上 稍微的涨进一点 把这镜子补好吧 把那水变清吧 好好地对彼此 关键是对生活负点责吧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感谢妹妹 谢谢宝贝啊 来 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一刻吧 各位请见证 老婆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跟我回家吧 来 这个送给你们啊 我感谢一辈试的防晒霜 回吧 好好生活吧 请回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